我感觉呢 今天算是来对地方了 因为又看到了好几朵松龙 在这里在我身后 这是第一朵 很小 很小的松龙 算是哎呀 哎呀被虫吃了看 一碰就坏了 被虫咬断了 被虫咬断了脚 嗯 一样的底下呢 还是会有很多菌丝 这松龙底下呢 都会有很多菌丝 嗯 一朵这是一朵 这里也是 这是一朵 这里有一二三四朵 这一朵可以冲了 那八 三朵 这个很香 这个这样看起来就有 一二三四五 一二八 一二二 一二二三四 好好笑 对 六朵就六朵 你看中间就很多菌丝 因为这个蘑菇是他自治体 对一样的蘑菇就可以扣成菌丝 这点就行了 好好笑 一二 好 好 然后这里就七朵松了 拜拜 然后我就找了大大小小这么一堆松龙 嗯 老家这边的松龙呢 都是 就个头比些小 啊 马上要 采满一篮子 好看的松龙菌 所以因为好看的就拔了一下 嗯 好看吧 好看的松龙菌 看这个也是野生的韭菜 大小的那块 好看的 好看的 红色的桿 哎呀 要炒鸡蛋的话 大小的就够炒了 嗯 就稍微 红菇 红菇 小偷偷把整窗上去炒了 一大一坨 一两坨 三坨 四坨 五坨 一两坨 看这坨 最多大的 看这根 然后把它拔起来 嗯 那是草菌的 这边我们叫黄色 黄云彩菌 云彩菌 黄色的话会担当苦味 所以不太吃人挺少的 嗯 味道也不太好 它都是挺好看的 这条鱼头 怎么办呢 黄色云彩菌 我又不太想吃它 因为它是你的糊 你算了不起好了 好吧 哎呀 不带你了 打倒了 哎呀 背肠吃坏掉的 奶人菌 哎呀 勇于断腿啊 嗯 虽然被吃坏 但是我还是可以吃的 蓝子已经 已经快满了 快满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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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挤了几多 桥面菌 哎 其实这个桥面菌 它属于牛肝菌的一种 嗯 它也是有血色反应的 它有何时会变绿 但是血色反应来的没有那种快一点 看这头长成这个样子了 嗯 好大只蜘蛛 勇于断腿啊 俗生的勇于断腿 一辈子都会断腿 断腿王 那这边那里也有白色的 是不是像极的那个石和菌 像不像 所以说野生菌这个东西想要分辨起来 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除非真的有经验 所以容易混淆 除非进去的时候 拉肚子这个生吃都没有问题 还有很多啊 我整理一下吧 被弄了 嗯 这样子 有好小虫知道 那些 哎 容易放腿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质地非常脆 所以说容易放腿 啊 那里吧 那里那里 这种肯定这样子 终于挺长的 来 整理它一下 因为底下有垫了叶子 这么一大篮子 其实我是想喝水的 底下我背了一瓶水 哎 来 来 来 去 搞它 快 快 放手 快 放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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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 快 这里还有很多,但是我男子已经装不下了,就启用备用资源塑料袋 这也是南将军 断腿大哥,无懈断腿 主要是因为他腿太脆了 断腿就断腿了,碎就碎了,可以要 好大个 好大个 你看这塑料袋的话也不够装几朵 还有四脚蛇,蜥蜴,小蜥蜴 小蛇蛇,是的,这条是小蛇蛇 抓给大家看一下 小蛇蛇它不是四脚蛇,是四脚蛇 它有两只脚,两只脚趴在我身上 来看看,去吧去吧,还是不上海小动物 来再给大家看看吧 看到没有,一针应该是蜥蜴它的土舌头 我把帽子拿下来,放在帽子里,给大家看看 小蛇蛇,我以为是条小蛇蛇 其实那是一条小型的四脚蛇蛇 去吧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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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吧 你不能带我帽子不出来吧 今天的收获呢,就是这个一袋子 觉得是奶将军 还有这么一篮子,满满的一篮子 可以说是满载而归了 满载而归 下期视频呢,会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吃法 就是大多数情况下呢,它是那个烧了吃或者是炒了吃是最好吃的 下期视频就烧蘑菇吃吧 现在呢,贴色不早了,所以呢,就吸回家了 大家,下期视频,再见咯